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表现不好 所以指数表现也不好 在今天台积电下跌了2.5% 不只台积电包括像联发科 日月光 在今天都是表现弱势的 在今天不只是台北股市弱势 港股也非常疲弱 最主要是港府突然之间 无预警出手调高了印花税 所以恒生指数画面上你可以看到 大跌了将近三个百分点 崩跌了914点 盘中曾经大跌千点 这样的氛围是不是会让台北股市持续再跌呢 在今天大跌230点 是不是敲响了大跌的警钟呢 我们等会儿要来做讨论 先来介绍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财经系助理教授郑天宇老师 大家好 资认分析师林签文 大家好 大家好 财经专家赖先生 憲哥 大家好 大家好 汪宝头总监蔡平章 大家好 资认分析师王兆丽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赶快带你来关系台股 台股在今天 这是空袭警报吗 收金牛年以来的最低点 大跌230点 而且跌破了月线 外资卖超239亿 刚刚也谈到了港股 港府突然间宣布上调股票 三十%恒生崩跌 在盘中跌超过千点 所以现场来请教所有的专家 今天大跌230点 这是大跌的开始吗 这是新一波下跌波段的起点吗 是的话请举圈 请举拍 好吗 看到 不是不是不是 所以还是乐观的 不是不是 所以物票都不是 认为今天大跌230点 我们来看在今天 到底凶手是谁 请蔡总大我们来看 在今天凶手是亚洲股市 跟今天盘面上的一些全职股 好 上一次 香港调高印花税是2000年 所以适客了20年 那吴亦锦的 它调高了30% 他们的印花税 相当于我们的证交税 不过它是买卖双方都客 所以措手不及 然后港股就跌了3% 跌了将近千点 跌最多的是恒生科技指数 暴跌5% 为什么 因为过去一年 大家买卖最频缓的就是科技股 所以现在你加征了印花税之后 这个周转率开始会降低 所以大跌 那港交所 这个应该也受影响 因为交易量就会下滑 跌了快9% 并且拖累了大陆股市 深圳跌了2.4% 日本也跌了1.61% 韩国也暴跌了2.45% 所以台股今天跌虽然200多点 看起来很紧张 还好吧 跌幅就1%多吧 但问题是香港如果继续跌呢 我们曾经过去有18根跌停板的历史经验 但是上一次2000年 它的确是加征了印花税 香港是跌了一阵子以后才止跌 但是现在认为香港的基本面是比较OK 今年香港马上它就宣布GDP会在3%以上 所以应该 所以不会复制之前连续下跌的经验 不会 现在美国股市盘前 尤其指标的特斯拉 都已经开始跌升反弹 但是今天台北股市一样 跌圈之股 对 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跌破月线 盘了一个大的头部跌了2% 联花科2% 联光跌了3% 传产里面的话跌得更重 为什么 因为最近有稍微涨一下 长龙海运跌了4% 台硕实话跌了2% 中宏也跌了4% 我们紧接看一下今天外资 因为外资今天卖超的金额200多亿 他卖超的股票 所以外资也是凶手 对 联电 中宏 新光金 台积电 华夏 彩晶 新星 兆风金等等 不过我讲一下 不就是刚刚全职股跌的也就是这些吗 台积电 中宏 钢铁 对对 但是有的股票它可能卖错 我点名这一档 2014的中宏 为什么 因为中宏公司下午宣布 虽然今天跌 下午宣布去年财报EPS是0.37 而且有一个动作公司派偏多 他配出了0.3元的现金 等于赚的全部几乎都回馈给股东 所以因为中宏钢铁是错杀 对 因为我们推估 他去年第四季的EPS是单季0.54 今年第一季的话 每一个月都调高盘价 我们估计中宏第一季的EPS 应该会达到0.7元 前年度有可能2块以上 这样的话 我们再回来看中宏的K线 外资卖得太早 卖得太早 因为现在的价位 按照今年的获利来讲 这个本益比应该只有8倍 所以今天 直接调节18682兆 我们再看外资的买超 我也告诉大家 外资大股大概十之八九是正确的 但小股常常换错 他今天当然大买这个价值股 有达 中信金 富邦金 阳明 玉山金 红金 南茂 开发金金豪克 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306金豪克 金豪克很标 对 但是下面我们今天一路涨停 但是下面请看外资 为什么我们说 外资常常换错 你看五十几块的时候 它是卖超了 你叫延伸的话 它这边是密集 在那个低点卖超 那现在快变一倍的买超 当然这个不一定是同一批的外资 我要声明一下 但是整体来看也不对 不过我们策略再点迷一档 因为现在流行价值股宏基 宏基也在刚才外资的买超的股票 但是宏基也即将发布了去年的财报 应该两块 现在就不晓得宏基会不会高配息 它只要配出1.5元的现金股息的话 这个殖利率是蛮高 就有5% 这样的股票其实有可能值得大家关注的 好 所以蔡总在刚刚给了差 认为这不是一个碟式的开始 即便我们很担心港股 她认为港股这一次 不会复制过去的历史经验 但是我们看到在今天 夏沙的主角确实令人担心 虽然郑老师也是给了差 那么还是回来看 到底哪些是今天让指数会大跌230点的凶手呢 这一头包挂了像台积电 联发科 日月光 长荣台 苏化 中红 特别是台积电 联发科 日月光 这不是人气指标 这也是精神指标 所以郑老师 落这种股票你会欢乐吗 没有 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现在外资在企业的进空单 29148口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的话 它一定会杀前肢股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它不是西坡 也就是西坡的跌势 而是一个打第二支小 那第二支打完了之后 今年的话一定有大行情 好 所以我们来看 你刚刚谈到了 对对 外资的 外资的起货仓 对 那现在有29148口 这个是上一次的话 到29000多口的时候 它曾经从16000多点 跌到15000点 所以那个是第一支脚 所以我在过点之前 我就跟你报告说 它有可能会打第二支小 应该不是可能 是一定会打第二支小 现在就在打第二支小 对 那第二支小的话 有可能也是会杀了1000点 所以那些前肢股的话 1000点啊 很有可能啊 因为 我们回来刚刚的杀盘凶手 来 对 你看这些都是前肢股 各位你看这台移电啊 那你不杀台移电要杀谁啊 你联花科不杀 要杀谁啊 所以这些都是前肢股 可是1000点西朗呢 1000点不得了耶 不会啊 那个现在16000多点 1000点也是一点点而已啊 一点点而已啊 那个像台数我之后 大家都一直认为说 现在有可能会通货膨胀嘛 最要担心的是期货 那29000148口 怎么样解决 才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那我们就来谈谈 那29000148口 回到期货 对 刚刚看了期货 所以郑老师认为 这29000148口 才是最重要的关键 对 为了要让这29000148口获利呢 有可能去压全职股 没有错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就是最大的全职股嘛 233年台积电的日可以限 我们看一下 那台积电的话 所以台积电 你刚刚说 会跌1000点你又给差 那接下来你又会跌1000点 你应该给圈啊 你刚才是说会吸波 我们是ABC 下降波嘛 吸波就是一直要跌 我现在只是说 它会打第二只脚 那个跟吸波不一样 那不是一波大跌的开始 它是在打机齿打好了之后 它会有大 你等一下我订问一次看 对 你订问 你问四波就是 后来就可能落到 我了解 对 所以你台积电的话 各位你们有没有看到 这一个有没有 我们过点之后的话 这个大量之后 这边量都很少嘛 其实我说实在 它一定会压钱之骨 这个毋庸置疑啦 所以台数那时候就会跌了 我还没问就对了 没有啦 我怎么问 这个盘呢 我也不要说 是不是一波大跌的开始 我就问 会不会继续跌 好不好 会不会继续跌 来 我们来重问一下 这个盘会不会继续跌 请举盘 认为会继续跌的给圈 不会的给差 来 会不会继续跌 就会了啦 那就有圈了啦 哎呦 那就多了很多圈了啦 所以呢 认为会继续跌的有四票 其实奥文西哥不会 对 因为我觉得 那你今天就跌完了吗 没有 还是会再整理 但是问题就是说 不会这种连续性的一个下跌 因为这次跌的话 跟叶伦他讲要加税 还有香港的话加税有点关系 但是香港加的这个印花税 10万块才130块 很低 然后美国不会加税 所以原则上我是认为就是说 这个礼拜MCI的卖押解除完了之后 下个礼拜的话 还是会有个别股精彩的表现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哪些股票再撑盘 好 既然文西认为 不会继续跌 那撑盘的强势股就很重要 对 今天跌200多点 但是还是有很多股票 红木乱跳 这个是分布 每个都有它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怎样的 金豪科 基本面 因为它一月份的营收 成长大概67% 是基本面 因为它的东西 叫做利基型的低润 从年初到现在 涨了上至8% 所以它的业绩的话 是非常好 所以它股价 创11年来新高 这是基本面 那这国硕太阳冷 太阳冷怎么会基本面 大户 千张以上的大户的话 元气大买 现在持股比重 已经超过14.67% 所以这段时间的话 大户一直在买这个股票 人气旺盛 也就是主力的旺盛 华硕呢 这特别是华硕 华硕的话 因为它现在的本业比是 这个所谓的8.1倍 它的股息殖利率 大概是8.7左右 那你想想看 以这一类型的股票的话 现在因为要公布 朝报表了 所以原则上 大家会重视殖利率 而且挖矿订单非常多 所以它比较具备一个 投资价值 所以原则上 它是投资价值的一个概念 好 那南电呢 外资 外资的话 这个所谓的高盛的话 把它看到420块 今年 去年赚5块5毛钱 今年大概估 大概11.66 明年估17.8 所以原则上 因为这个外资的一个台轿的话 还是要拉伸 所以外资还是有影响力的 那这个的话 生计突然在中厂 之前有一档各股价志勤 权利均收入的话3亿 它就涨了50% 那这个权利均有多少 5.3亿美金 换算新来币的话 将近150亿 拿到3亿的话 股价就大涨 这个是拿到多少 150亿 所以这个的话 是未来生计的一个梦想 那这是缺水概念 因为台积电也许 水库没水 也许说不缺电房 那是缺水 现在的问题会这样 所以你可以发现 这一次这个撑大盘的都是 今天大跌230点 这些逆势突围的股票 哪些会续墙 我是觉得 像所谓华硕 金豪科 或者是南电 这类型股票 因为基本面 反正没说 扎实度比较强 我觉得比较会涨 华硕 金豪科 南电 这个的利多 我是觉得说还要看时机 但是像这一种的话 这就是看未来水资源的一个情况 因为现在确实是缺水 看天吃饭 对 好 所以今天仍然有一些 历史突围的股票 不过我刚改问说 会不会蓄跌之后呢 就蛮多圈 大家都认为在短线上 还是有蓄跌的可能 来 赵丽 为什么 对 没错 我想你可以看到 其实 是不是因为融资增加太多了 对 没错 我们来看一下 融资的部分来讲 其实你发现 我们先看融资的部分 大盘的一个融资 其实最近这五天 融资增加了155亿 每天大概都是增加 30以上的一个水准 所以散户认为 跌就是上车的好计划 好 那我们来看 对 没错 你看一下 在封关前 就是在新春开放满之前 融资是连续减少了7天 你知道吗 可是你看一下 这边减少7天 在封关前 所以大家担心年假的效应 所以7天减少了110亿 那封关完之后 新春开放满之后 全部跳进来 150亿 比这个地方减的还多 那你看一下 筹码面大概融资是这样 你看到 持续的减 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指数是慢慢的震荡走高 就是你搭配这边 减凡的指数是涨的 可是现在融资大幅的增加 结果指数不涨了 涨不动 今天我不知道 那前五天你看 所以今天就极短线而言 明天很重要 因为这个地方 代表他们的成本 他们的成本最低 就是在16200点 就是在今天收盘的位置点 那万一 融资大家也知道 基本上都是短线上的操作 万一下来 那融资有可能 就会比较恐慌 那指数 只要跌破16200 极短线 就会出现回到 那我们来看融资暴增哪些股票 对 这些股票是不是危险股 好 开券以来 融资大增 而且量爆大量的 包括长龙航空连电 旺红 群创华邦店 乔威 风险高吗 对 来 我们先讲第一档 潮航的部分 我个人觉得 因为这种股票来讲 其实它当然 大家后疫情时代 对于航空的部分 有寄予厚望 可是你看它的EPS 营收其实真的表现不好 它跟货柜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很多人 是因为货柜的大涨之后 去买进航空的股票 它寄望未来 寄望未来的一个 解封的一个状况 所以它的股价大涨 可是我觉得 其实你去看长龙航 其实它假如正常的话 一年大概也是 大概赚一块出头 其实它以前的股价 大概十五六七块 大概就相对正常的状况之下 那现在当然 所以这个是风险高的 我觉得这个风险高 假如你要 这个我觉得卖掉 去买货柜相对会比较高 拉回的时候相对货柜 那其他呢 像连电望宏 桥威 华邦店群 创风险高吗 好 连电 连电我觉得你要看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最近在拉回 我觉得台积电大概600 来讲应该会有支撑 所以连电的部分 当然你要等台积电走稳之后 假如台积电开始上工 那连电才有机会 不然以这样来看 其实你看 其实这个都比大盘弱势 大家没有发现 其实缺口的部分 大家都 大盘的部分 其实没什么回补 可是它已经快完全 比大盘弱 对 比大盘弱 好 那另外的部分 望宏 望宏相对上来讲 我觉得是比较OK 因为目前来看的话 No Flash相对上来讲 还是比较好 所以这个望宏的部分 可以续高 群创的部分 我觉得因为目前大家 对友达或群创 其实今年雇的一叶子 大概三块钱 那当然我不是说本益比 它会到30 不是 而是说 大家要记得 它3月3号要法说会 那你看 其实融资的部分 并没有大幅的增加 那最近开始我觉得 股票都这样 法说会之前 法人一定会先卡位 所以其实它现在 已经陆续在卡位 可是一样的 你在法说会的前一天 当天要召开法 所谓的收盘前 大概可以先解码一半 所以那是3月3号的事吗 对 所以现在还可以 所以现在不用担心 现在你先不用担心 所以现在群创还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华邦店呢 华邦店我觉得 这个应该也是要逢高解码 因为以望宏跟华邦店来讲 我个人觉得望宏比华邦店好 那其实股价真的差不是太多的话 其实我会认为 拉回来买望宏 你卖掉华邦店去买望宏 相对会是比较好 好 既然我刚刚看到 在开春之后呢 也就是在开红盘之后 融资暴增这么多 就表示 开红盘之后有跌 散户就认为 那就是上车的好机会 但真的应该上车吗 我们也来问各位 既然大家都认为 有续跌的可能 那就要回到策略院面了 跌我到底是要卖还是买 所以跌是上车的好机会吗 是的话给我圈 请举牌 下跌是上车的好机会吗 来 憲哥放在中间 两个圈 三个圈 两个在中间 来 为什么在中间 一般来讲 一生雷生小 满缘鸟飞进 本来这些小牌 今年到今年结果这些小牌 都不知道高票的路 因为高票连去七几是正常的 八几九几十几 在路高票不可以路 结果高票现在下来 第一几 第二几 第三几 开始就成了 因为起七几没感觉 六三几中流疼 所以真的会怕 你这些符合一定要卸掉 后来可以进场 那时候进场的时候 不要太早进 对 要选有基本面的股票 去年那些无机之谈 那些所谓的腰股 你拿不出成绩的 我跟你说 效果 好 来 正老师也放在中间 没有 前置股的话 尽量不要追 前置股不可以买 对 小型股如果基本面 又不错的就追这些股票 所以不是不能买 是不能买大股票 对 要买小股票 对 小股票怎么选呢 来 那这个是我们之前 讨拍一下 讨拍啊 对 我这一段期间 本节目推出来的个股 如果你有赚到的话 是你的股报 不是我的厉害 所以你整体来讲的话 加高功威 我们这个第三 第三 这一档个股 我们是上个礼拜讲的 第二天 投资人非常捧场 结果快要拿到涨停板 那我个人认为 这一档股票还是可以报 我认为 对 它季限度 刚占上去而已 那后市的话 我认为还是非常看好 那这一档个股的话 连两 对 连两的话 我们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 那你看这个也是 有大幅度的一个上涨 那这个是我们IC设计的 那日养的话 那一天的话 对 阿关问我说 这两档股票 我说这个可以 这个肉比较多 这个肉很少 那结果我们看起来 是不是验证了 对 验证了 还是有肉 对 红字的话 那阿关就问我说 这红字从来没有听过的 这个跟我的土地 是同样的名字 所以我才选它 这个是做连接器的 好不好 那这个A级都不错 这个A级都非常好 那再来的话 这个大田 霸田文印象深刻 对 这个大田的话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个我已经很久了 50几块 不然等到 但是这个A级非常好 去年大概赚7块钱 今年的话7、8块 这总得虚报 对 那台英电的话 我就跟各位讲说 这个跟挖矿有关系 那而且它的基本面 不像其他挖矿 可能基本面不好 只有一个 憲哥讲的腰股 这个不是腰股 它有基本面的 所以这些股票 所以老师在这边提出来 跟大家分享的 后面都是有基本面的 但老师这些都涨上去了 这一档你可以继续报 那当然 那我如果 这些我都没有 我现在准备要上车的呢 那这档是我今天 要跟各位讲一下331 那331后这档股票 我为什么跟各位 那下次331要放在 我们的追踪股追踪一下 对 当然要追踪 你看今天我来的时候 我等一下一定会问我一件事情 这个挖短板你跟你说 我说你是不是要这样想 来来来 你看一下 来 三三一二 我先说 我先说你的心来话 对啦 你还在補交上床的股票 人家在这里买了 买了 我想说看大拌滑滑的 对吧 我想说在伺候也看扭的 我们就把他 看不下滑滑的对吧 这样就把它扭起来 你把它扭起来 就吹牛一下 那真正拉上来 那为什么这档股票 其实要来这 我们都回到KC 对 我们压力很重你知道吗 为什么 都要说会贪钱 让投资人赚到钱嘛 对啊 你看 各位你看 这个外资在这段期间 是不是一直在买 是 一直在买 这是外资 对 外资在买 那你看到 大户持股 对 大户的持股 大户也一直在买 对 筹码变非常的漂亮 而且你如果去看 过去乔山四十几块开始要涨 秦城8210开始要涨 都是外资买了一段之后就开始大涨 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它基本变 各位基本变的话 它前三季是0.91 那第三季的话 0.47 那0.47比它第一季跟第二季好 那第一季第二季为什么没有那么好 最主要原因是会对损失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它的 今年的话 第四季营收跟获利也会创历史的新高 那重点来了 一月份的话营收 你看一下14.05亿年增54.57 对 那整体来讲 7年如果可以赚到1块多 大概1块5 1块6的话 各位现在的股价大概16块左右 那今年的话会继续一个成长 所以这档个股 我个人认为从这边外资一直在买 而且我们看到筹码面非常棒的状况之下 股价我刚才讲到 大型股不要去追 买小小的 对 小型股 我刚才讲到 一定外资会灌压所谓的前置股 所以这档股票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好 赵立刚刚也是给缺 对 没错 认为这时候下跌应该是上车的好机会 但要买什么个股呢 对 没错 我也觉得大型股相对压力会比较重 那我个人觉得 因为目前来看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最夯的 就是缺水概念 那水库都见底了 都见底了 还看到虫洞 要等到五六月没拒绝来 因为中南部 其实冬天真的不太下雨 所以缺水的问题来讲 其实可以变成是国安问题 其实真的蛮严重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看一些ETF 全球的ETF 水资源的一个指数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这是从2010年到现在 你看它的一个股价从16块多 其实也涨到49块多的水 ETF其实也是大涨 另外一个 另外一档更厉害 也大概是从17块20 涨到现在77.18 这种都是水资源概念股的ETF 都大涨了好几倍 那ETF大涨就代表个股有机会了 对 没错 就是说 这个是全球的一个趋势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水资源在今天都拉尾盘 然后国统拉到涨停 千负一度涨停 对 没错 我们看到续燃 山林水 中雨 立期 非常强势 对 非常强势 都拉尾盘 对 那当然我觉得 这个不是看天吃饭 有的人说 万一明天下雨了 看天吃饭 可是不会啦 我跟你讲 因为这缺水 基本上来讲 大概常常在缺水 你看过去 水资源的概念股 常常一两年 就会发动一次 好 那我们看 看这一部分 其实我从这里面 挑选几档股票 比较有基本面的啦 那当然 大家比较有的 从很想的就是签付 熟悉的是签付跟国统 对 没错 那另外的 立期的部分 大家比较不知道 所以等一下 我针对立期的部分 跟大家讲 那它的 这个是美股净值 那这个是它的股价 其实有没有发现 签付跟国统的部分 其实都大于 它的美股净值 那立期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它是低于 股价还不到净值 对 没错 这种很常在赚钱的股市 今年没涨到 对不对 立期在今年涨幅 只有1.4% 国统已经涨了三成 签付涨了一成五 对 没错 那股价又低于净值 并且这个大概10年以来 每年都是赚钱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技术面的部分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它的股价 已经整理很久了一段时间 几乎都没有在讲 只有最近开始慢慢 因为这个题材 开始慢慢大家有注意到 那我们来看它的一个 基本面的部分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它是水资源 加饭店 加营件的部分 那水资源的部分 三水林的部分 是污水处理厂 那贡献力期 大概超过五成的一个营收 持有大概48.8% 另外的 它又持有粒粒酒店 那土地库存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种股价 未来应该在这个题材之下 应该会发动的 好 这是选股的方向 不过竟然谈到了缺水 台积电为什么最近涨不动呢 跟水息息相关 我们来看到 在今天新闻特别谈到 台积电用水量日域15万吨 水车达8000车次 现在因为新竹宝山 台南增稳水库 只剩下15%的蓄水 所以台积电现在都已经开始 出动水车来应变了 台湾半导体的死穴浮现 也就是半导体吃水怪兽 吃电怪兽 那大家过去都担心电 想不到今年是缺水啊 对 我们先看台积电AD 昨天一度大跌6%收盘 伊南跌了3% 但是会半整个才跌0.5% 凶手是谁 答案就是缺水 所以你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秀出来了 水之眼概念骨 今天红偷偷 但是台湾现在缺水多严重 请看这张图 而且我们点名两个重要的水库 第一个 中文水库供应南科 现在吸水量15% 还看到几十个大虫洞 直径两公尺 深两公尺 人假如跌进去的话 那还爬不出来 第二个 宝山第二水库 已经也是吸水量不到15% 创启用以来最大的一个纪录 所以明天开始工业用水 这个减量再提高到11% 宝二水库就是供应给足科 所以台积电不得了 现在开始启动了水车大队 没听过吧 水车大队 那半导体的这个制程的话 必须要用非常纯的水 来把晶圆的杂质给洗掉 尤其现在都12吋晶圆 那个用水量更为惊人 我们再看一个表 让大家知道 台积电不是吃电怪兽 也是吃水怪兽 足科一天 注意这是一天 一天的话用水5.7万吨 占整个足科3分之一 那中科的话409万吨 南科的话5万吨 占全南科的2分之一 那一天就要用到15.6万吨 15万吨 那一个水车的话 大概可以运送了20吨的水 所以假如它这样的话 缺水的危机来 它的水车大队一天要来回8000次 那一辆车的话 要一天就要3万块 所以一天就要多花2.4亿 我们知道台积电很赚 12.4亿来买水 对 台积电去年赚5000多亿 很会赚 一天平均赚14亿 但是如果14亿要拿2.4亿买水 那也不得了 当然它不会一整年都缺水 就个集中在那个没有梅雨季节 之后梅雨 梅水的时候 那个夏天就差 所以你看 在这样的一个计算之下 这个你说现在台积电 订单筛爆了 问题是 那就涨价 涨价 不是 不容易 为什么 缺水是你要负责的 它不是苹果跟超微的 之前是说 这个产能已经满了 我订单筛不进去 我就调高金颜代工的报价 对不对 现在不是 我订单已经给你了 你自己生产不出来 所以当初在下单的时候 可能价格都谈好了 谈好了 那你现在没有理由 用缺水这个理由来跟我涨价 这个巧忽然为五米日吹 所以大家担心 假如现在我们今年的梅雨季节 再没有雨的话 台积电第二季到第三季 营收获利会走缓 那这个不是台积电的问题 它的下游日月光控股 也受到影响 紫穴就是水 对 然后这更上游就是 埃兮设计的莲花科 它们是一串粽子 所以它今天跌什么 跌没水 跌老天不下雨 但我有听说了 刚刚在画面上看到他们的水车 我没听过人家包产 但你知道吗 半导体业界竟然还包水车 过去 过去台湾每隔三年 就一个小旱灾 所以科技业用水很多 抢水大散 不然台积电就要 这个不是办法 干脆改变自己的这个制程 因为百分之九成的用水 都是台积电生产的制程 然后他就来 我现在要有效的回收 他多厉害 半导体的制程 下面接了40条的水管 把这个汇水还分成八种 那处理之后再利用 台积电多厉害 他一滴水可以用3.5次 重复一直用 对啊 重复一直用 甚至你不要以为回收的水 他有了回收的水 居然可以养鱼 那就表示很干净 多厉害 所以我们说台积电 生产的这个晶片 每一平方公分 用水量大概5到6分 我们比较一下南韩 台积电只有南韩的60% 然后是日本 这个美国的2到 美国 日本是台积电用水的2到3倍 换句话也就是说我们的水 因为一直重复使用 所以我们的用水量 是人压韩国60%而已 对 但美国还是我们的2到3倍 现在问题就是台积电已经很努力了 一滴水可以用3.5次 但是没水还没办法 但是一到老天爷 那还是要抢水啊 但我还是有问题要问蔡总 我们先来看一下股价 那你刚刚谈到台积电 因为大家都排队了 也下单了 那这样子也讲好了 现在不可能因为没有水 我就给你涨价 所以台积电的AD因为这样跌了 那我问面板 面板也要用水啊 那为什么面板是涨的呢 因为面板是这样 本来是那个启动IC 玻璃机板 这个我们都讲过 缺货 所以它第一季就涨价 那现在没 那它现在缺水对它影响也很大 面板要用很多水 对 就是找到一个好借口 要来缺水啊 所以我第二季面板又要涨价 所以面板 所以面板可以用缺水理由涨价 台积电不行 因为台积电它金眼代工 核业已经签了 面板报价是每个月有两次 上行下行 报价开出来 所以它价格是浮动的 对 我就要跟餐厅 假海赛实价一组 对 所以面板是实价 你金眼代工单子都已经下来 你已经讲好价钱了 那个不能动啊 那个缺水 我懂了 缺水你要自己去处理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今天对比金元双雄跟面板双湖 大不同 我告诉你 二月份 二月份发生什么 就是十年起共赛指令上升 所以通膨起来 你看联电二月以来涨10% 台积电涨6% 但是友达这个月标了24% 勤创标了27% 你会没有发现面板双湖已经 打败金元双雄 对 涨湖了 所以变成了这个面板 可能就是会未来的一个重点 不过我们要持平讲 因为联电也宣布 可能最近股价不好 宣布股息1.6元 它大概二十几年来最高 费那么多 质率率大约接近3% 这个消息应该对明天的股价 会有激励效果 台积电的话 股息一年大概就10块到12块 它现在是季度配息 但是股价太高 它的指令算起来 我把它算了 只有1.5% 所以联电又比台积电好一点 那面板呢 面板的话 我想 那现在还能追吗 可能还会涨 我们看友达 我们来看一下友达的线路 我们直接看友达 那下面看这个外资 因为先前有一些法人 不管是外资或投信 就是说有时候不知道 就敢买到 现在发现了 他们持股的部位 假如少掉台积电跟联电的话 拿谁来填补那个绩效 只能拿 面板 面板 所以今天群创跟友达的成交量 是第一名跟第二名 所以友达冲上去 但留了上影线 但是这个外资今天买了3万多张 所以一般认为 就是友达群创的话 今年的EPS 本来大概是估2块附近 现在因为第二季的面板报价 有可能再涨 他们每一季又要赚100亿 所以现在很多的法人 市场的评估 把友达跟群创 今年的EPS挑高到3块 那是友达好还群创好 基本上我两个 我觉得差不多 就是配对交易 友达多涨了一点 快到20块的时候 你卖一下友达回补了这个群创 群创在网上的话 这个友达 这个基本上差不多 好 那我们当然要来投一下票 到底友达群创面板 在这个时候能不能买呢 请举牌 圈圈圈圈 你都干什么 我们四个圈你一个差 为什么你都往不上买 我就说前资股 这段时间先闭一下 你不喜欢大股票 你喜欢小股票 对 因为这段时间我就讲说 外资一定会贯押前资股 那我们来问一下先哥 先哥给圈 对 那其实呢 那目前来讲是 最近这几年最好 那股价还没有完全反映 但是他讲的还没有错 它是大型股 是一个当冲股 因为大家在里面 进进出出 冲来冲 所以你也不用说 报纸这样 浪的 浪着都没办 不用 你就高出地震 高出地震 做到最后一天 整个都要终造 台积电也来问一下 好 因为台积电 在今天破月线 很多人看到台积电 跌是很开心的 因为台积电一路涨的时候 不敢追 那台积电跌 大家都知道它是好公司 所以跌破月线的台积电 能不能买 也举一下台 跌破月线的台积电 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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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赶紧立刻给圈 对 为什么 可以买的 因为台积电本来 外资都看到一千块了 对不对 可是大家跌破月线 我们就忘记 看到一千块 那时候我不是骂说 不可能 你不要说 每次就一六八年欧白花 对吗 对 现在下去就是买电了 但是 结果死的人都没带 我们不知道要落到当时 我真的不晓得它会跌到哪边 所以你就是每个月 不管是买一股十股 一百股一千股 你就定期定额去买 好 那台湾的缺水呢 我们现在谈 你要讲一下 没有 台积电 我个人看法 像那个献哥讲的 定期定额可以 但是最好是让它齐后 动态的一直在减的当中 你才去买 我长期是看好的 那如果定期定额的话 OK嘛 那你要等期货的空单口数 大概一万口以下左右 这样的时候 你才去买台积电 对 所以我之前不是讲 那个爱普吗 我说台积电跟爱普的话 可能会送你到千里之外 千里之外 值得期待 好 刚刚谈的是缺水 我们现在来谈缺货 缺货也会长 什么样的族群在缺货呢 MCU大缺货 第一院大缺货 缺货族群怎么看呢 为什么缺呢 说来说去 还是因为求用电子 对 那一龙店跟盛群的话 最近真的被客户 一直追一直追追货 那现在讲的就是说 你先定金来 我才给你下单 甚至还有可能 有些的话就不给货了 那集方科技说 这个车用的所谓的低论的话 大概原则上未来三年 都有三成以上成长 这个以前没有 以前一般来讲没有看得那么好 这是一个最好的消息 那金豪科也创 11年来股价新高 那电影管理IC的话 最近涨价也开始了 所以原则上 涨价概念股的话 我觉得还是整个大盘的一个重心所在 好 所以我们来谈谈缺货 我们现在来谈MCU MCU到底有多缺 对 MCU又是什么 对 MCU的话 有些人还搞不太清楚 其实MCU你看 它有CPU 有装缸处理器 有记忆体 还有旁边的装置 还有Io 这个就是一个电脑 电脑就是有CPU 有记忆体 有这些东西 所以原则上 它是一个小型电脑的概念 什么都可以做 麻雀虽小 但是五脏俱血 好像也跟电脑差不多 所以以前 它都是用在玩具 那玩具会讲话 会唱歌 就是因为有MCU 没有MCU 它就不会唱歌 不会讲话 那我们再看 现在很多机器人 也是要用MCU 对 现在这个机器人 大部分都是用MCU 可以跟你讲话 这里面就是要装 比较大的bit的 所谓的MCU 就要装MCU 它就可以跟你讲话 所以原则上 可以陪老年人讲话 甚至我们看 等一下我们看图的一个部分的话 它还可以做教学 做教学 像学英文的话 就用这个MCU 这一个所谓玩具 那你数学 如果在学校听不懂 你回来的话 有数学课程 Size Cosize Tangle 那三角函数 就可以学习 所以以前都是用在这个地方 那个我都忘记了 你刚刚讲的时候 觉得好陌生 对 那去年MCU很会长 就是因为耳闻腔 耳闻腔的时候 耳闻腔也要用到MCU 36.8 也38度 所以耳闻腔要MCU 所以去年这个东西的话 是蛮会长的 但是我们看 现在MCU也用在所谓的亚马逊的购物的一个 所谓的零售的一个网站里面 你可以发现人进去 这个货放进去 他马上就知道你这个东西出来 那个价格是多少 他非常清楚 所以你这样弄进去之后的话 那个MCU的话 他马上知道有多少库存 对 他马上就知道 所以原则上你一出去的话 手机一刷的话 马上就把你今天所交易的一个金额的话 马上就很清楚的把它算出来 好 那我们回到MCU概念股 既然现在大缺货有涨价效益 那个股怎么选 对 那MCU的概念股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胜区 因为它是最标准 而且市占率是最大的 我们给K线 好 6202的胜区 所以你可以发现 它涨很多 对啊 所以原则上 我是认为就是因为涨太多 所以变成说有点尴尬 其他真的很好 因为MCU它的单价不高 所以你其实缺货价格涨的话 其他对获利 比如说原来获利可能4块多 你变成5块钱 它好像不容易一下子变成6块7块 没有爆发力 所以变成说 它爆发力比较没有那么强的话 变成说这个股价拉到这个地方 98块 可能到100块 102块 它就面临一个压力出来的 所以MCU最大的概念的话是 有基本面利多 但它获利的爆发性比较低一点 好 那我们要能够转接了 所以回到第一个人 除了刚刚有谈到缺货概念 除了MCU之外 D-RAM也很缺 还是因为车用电子需求大 所以连D-RAM都缺了 你如果看一个资料 这资料的话是说 这个手机跟所谓的NB 跟所谓的PC 这个所谓车用 他们用的你看 以前用的是所谓的这个 这个大概4 6 这个是iPhone是高阶 一般都是只有2GB 然后PC的话都用8GB 但是你看车子 车子的话它用的是14GB 因为一用要7到10年 一台车要用7到10年 你可以发现 下一代的所谓TESLA 用到20GB 因为你有可能卖到北欧去很冷 你有可能卖到非洲去很热 你要耐温差 所以这个D-RAM的话 用在所谓的这个车子的话 它的淡交比较高 所以你看车用半导体 车用半导体 你看2020年是衰率8% 2021年是成长24% 2022年成长16% 它未来的成长性比较高 所以D-RAM族群反而那爆发力 比MCU更高 那D-RAM族群我们就好好来选一选 既然股价爆发力比较大 我们回到D-RAM 在今天表现最强势的应该是 金豪科 但是因为金豪科的话 只在11年来新高 所以原则上我们来 因为说真的 94.6% 但我相信它还是股价会涨 只是说它真的是涨太多 那原则上我们来看 南亚科的部分 因为南亚科它比较能够 跟美光去对照 那美光在美国股价表现很好 所以原则上我觉得说 南亚科会对照 那这一类型股票的话 今年大概赚5块4毛2 明年估8块2毛6 所以原则上 它的获利的稳定度比较高 所以我们大概跌破90年设体损 120年以上的话 我们来吃一个停力点 好 第一人可以看南亚科 我们来谈新美中大战 之前的美中大战 主角是谁 大家都知道华为 那么新美中大战主角是谁呢 我们来看是特斯拉 特斯拉 比特币 方舟连续下跌 投资人麻烦来了 但它为什么连续下跌 为什么坠落熊市呢 因为最近中国找特斯拉开刀了 对 当然这是一个守护的魔咒 你只要登上全世界的守护 中国的守护 你就变成标靶 棒打出头鸟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2月23号那一天 特斯拉盘中跌了12% 跌12%你觉得严重吗 非常严重 这是从这个去年开始 两次的进入熊市 因为特斯拉在今年 它最高的时候950块 现在跌到23号那一天 最低625块 刚好跌了30.5% 一般来讲只要跌过20% 都有一点点从熊市变熊市 当然也拖累了一个女股神 这个伍德的 他的一个ETF的一个股票 他也是跟着下跌 伍德买了很多特斯拉 对 全部都是特斯拉 因为他一直认为 特斯拉还会涨还会涨还会涨 人家说特斯拉不要买了 他说不不不 特斯拉还会涨还会涨 所以他最近也因为这样子 一直就坚持 光是今年就都收了36亿的美金进来 不过这一次也跌得相当的惨 好 所以电动车最近在美国股市 风声和力 不过主角还想回到特斯拉身上 特斯拉最近中国在修理他 对 那特斯拉为什么这一次 会变成一个焦点 因为在中美贸易战争的过程里面 特斯拉他背叛了川普的训令 他竟然直接到上海设厂 而且拿到中国很多的好处 那现在中美贸易战争已经慢慢下来了 这个时候特斯拉多的衰 最近很多的市场 很多的问题都一一的出现 但是很奇怪 这些事情以前没有吗 以前就有嘛 但是中国美国第一大事报道 这个时候完美开始修理特斯拉了 我们来看几个影片 第一个特斯拉的车竟然会自燃 你看停在停车上 碰一下烧起来 结果旁边的烧起来烧了 除了这个以外 特斯拉还有灵异事件 特斯拉不是自驾吗 它不是里面 它开在魂牧的旁边 竟然旁边都是人 那你回头来看没有人 不是你的系统有问题 就是它竟然能够感应到灵异事件 我跟你说 如果你说你一个女孩 如果开特斯拉 我说你真的驚到膝壳就会冷起来 这个是要怎么办 自己要把我们驾到坟墓去了 另外他说那个旧车 另外特斯拉有一个新车6天而已 竟然突然的断电 突然断电的时候 它那个车窗就没办法拉上来 那怎么办 外头 外面路后 套风 结果随便拿了一个纸板就塞着 就随便弄一下 它会变成一个市场上的奇观 大家说怎么可能 开了高级车 竟然用那抓棒 用那抓棒弄成薄力 这这样真实会看你 另外它有四起的暴冲 在中国大陆有四起暴冲 里面有一起是寒豆禄失灵 也欧北冲 你这个事情一驚 两驚 三驚 这个代表很严重 所以这次中国有五个部门 就约谈 很少有这样的 五个部门约谈 这代表代价严重 市场监管总局等五部门 约谈特斯拉 最近特斯拉状况连连 中国官媒刻意大肆报导 所以很多人解读 就是在修理特斯拉 再加上竟然有五个部门 同时约谈特斯拉 这过去也是很少见的 还把特斯拉放在 中国打击轻缺假冒工作网上 特斯拉有仿冒别人吗 他怎么把他放在 打击轻缺假冒工作网呢 对 那这个很明显的 因为在中国大陆 很多人都看风向 当你在哪一个网站出来的时候 代表政府就是从这边要下手 所以特斯拉这次姿势很低 他要求你要遵守中国法规 他说好 我们非常诚恳的 接受政府的一个教训 但是问题是已经弄你 他代表你侵权 代表你仿冒 那这个时候大家觉得说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呢 特斯拉不是到中国去吗 原来他跟中国大陆的小鹏汽车 他有一些恩怨情仇 那这个恩怨情仇里面 都牵动到亲权 牵动到荒帽 可是也因为中国平民修理特斯拉 特斯拉股价确实在最近表现弱势 但是现在的盘前盘出现反弹了 反弹了3.74% 电动车概念股又开始燃起希望了 在特斯拉跌升反弹之后 有没有机会激励呢 我觉得如果说纯粹 从电动车这个角度来讲 特斯拉这次跌那么深 而且中国大陆的四支电动车 最近也都下跌 这很不可思议 你如果特斯拉跌的话 那照理来讲中国的电动车 应该要涨 怎么一起跌 比亚迪跌了18% 小鹏 小鹏跌了22% 未来跌了19% 理想跌了15% 所以未来的理想是不是已经破灭了 就你已经把未来3年5年10年的利多 全部都已经炒光了 所以我觉得电动车 它是在未来5年来讲是一个趋势 但是是不是这些股价 在做修正的过程里面 还有所有的供念 也可能都涨太多了 这个部分我是比较担心的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 暂时的必避风头 反而是刚刚讲的 友达跟群创 不管是电动车也好 非电动车 现在面板越做越大 现在的前面的一些 所谓的车窗等等的一些应用的层面 越来越大 反而是这两档是值得注意 那红海呢 红海要做电动车 红海我觉得电动车 现在也刺在等你知道吗 你现在他们现在的枸杆都这样 所以也是会押收到红海 她说今年的第四季 会有三款车出来 但是还没有看到啊 她3月25号要召开她的 MIH的一个全世界联盟大会 看看有没有新的利多出来 否则的话她还是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